好 再來看到是全球市場 加拿大發生了重大的搶劫案 更多的重點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好 歡迎全球市場時間 我們先帶你來關注 這是發生在加拿大卑市省28號 有一間銀行發生了重大的搶劫案 警方獲報之後 跟多名嫌犯爆發的衝突 現在已經知道有兩名搶匪被擊斃了 有六名援警受傷 警方表示由於在嫌犯的車輛裡頭 發現一個疑似爆裂的裝置物 已經針對事故現場周邊的民宅 還有企業來進行疏散 目擊者也指出至少聽到50聲的槍響 狀況可以說是非常的緊張 警匪槍戰就發生在溫哥華島的一間 蒙特樓銀行的分行外面 這地點距離每家邊境不遠 所以警方是不敢大意 而警方表示 搶匪車上有一次爆裂物 要求周遭的店家都打烊 居民要撤離 警方表示已經找到了爆裂物了 對居民解除就地掩護的警報 但是懷疑說還有通火再逃 持續的擴大搜索當中 而再要關注的是7月1號 就是香港回歸25周年的 而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確定要在6月30號 還有7月1號這兩天 會親訪香港 出席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而這也是他自從新冠疫情 兩年以來首度的離開大陸 但是他不會在香港這裡來過夜 而是每天當日搭乘高鐵 往訪深圳 而除了會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的 一系列慶祝活動之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也就是為第六任的 港府特首官員來進行監視 而其實在這之前 就有香港的中國大陸事務的 專家就分析了 這一次習近平他親訪香港 是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的 因為是要展示他在國內的 全力鞏固 宣示一國兩制修正後的成功 再加上訪問香港可以增加在 國際間的曝光機會 也展示說在如此動盪國際變化的局勢之下 習近平他在國內的地位是不受動搖的 而習近平的出訪 當然也是讓深圳還有香港兩地的警方 維安戒備是升級 深圳當局現在就警告了 為了確保說香港回歸25周年的紀念活動 可以順利舉行 宣布禁止當地的民眾使用無人機 等低慢小的航空器 也就是說像是除了無人機之外 輕型的飛機 滑翔機還有三角翼 都是被禁用的 而往返深圳的搭乘高鐵的 這些旅客 都要進行二次的安檢 而同時間在香港 維安也是不敢大意 港警昨天就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也介紹一系列的安保措施 表示將會出動 陸制的箭持虎 裝甲車來巡邏 而港警也為了要確保習近平的人身安全 表示會提供 近身護衛 車隊護送工作 習近平的到訪地區 還有他經過的這些地方 警方都會設立核心的保安區 附近的道路 還有行人天橋也都會短暫的封閉 並且實施車輛及人流的管制 文法 aç港 hits 警方都會議致 自己的內容 韓國會做法 失眠 香港的反恐部隊也在7月1號會換裝 以新的形象慶祝香港回歸大陸25週年 機場的特勤隊反恐特勤隊 還有鐵路應變部隊 分別會以深藍色淺藍色 還有灰色為代表 就是要讓民眾一眼 就可以認出反恐部隊 而誰需要關心的是 G7峰會現在落幕了 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 在峰會期間 其實各國元首就聚焦了 全球能源危機的問題 但就被拍到了這樣的螢幕 好像真的是能源危機很難解 也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找美國總統拜登 來討論現在殺國 要增產原油的議題 兩位總統被媒體拍到說 臉色真的是非常凝重 似乎就是在討論壹個壞消息 而他們說到一半就被旁邊的幕僚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給打斷了 蘇利文就指著攝影機提醒哪位總統說 現場還有媒體在拍呢 要進去室內討論會比較強大 馬克宏指出中東產油國的產能已經逼近極限了 而且像壞消息也意味著拜登 他下個月要參訪殺國 恐怕也沒有辦法讓阿拉伯國家 緩解俄烏戰爭 帶來的能源價格飆升的問題 G7現在落幕緊急的召開的是在西班牙 這邊要舉行的北約峰會 俄烏戰爭當然帶來的全球局勢 非常劇烈的變化 也讓北歐國家分聯 芬蘭跟瑞典 他們過去像是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 但現在也感受到安全威脅 想要申請加入北約 但是這其中 土耳其總統埃爾段 他也是北約的成員國之一 多次發表說 不支持芬蘭還有瑞典的加入 不過現在事情看起來有了轉機 因為土耳其跟瑞典 還有芬蘭 北約三方 都有來進行一個談話 而且還同意了一項三邊的備忘錄 是要解決土耳其正當的安全顧慮 為了芬蘭還有瑞典 加入北約來鋪路 而同時間 北約秘書長也在會談之前 談及對中國大陸的威脅 北約峰會正式登場 土耳其和芬蘭瑞典領袖達成協議 芬蘭兩國滿足土耳其要求 將不再支持被土國視為恐怖組織的庫德族 以及解除對土國的五旗禁運 換取土耳其支持兩國加入北約 北約領袖29號正式邀請兩國加入 這意味著北約聯盟和俄國的接壤長度 將從原先的750公里 直接變成2000公里 在唯獨俄國上 北約取得更多優勢 北約達成協議決定讓超過30萬部隊 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並在波海三國增兵到原先的2到3倍 隨時待命俄國擴大入侵 這是從冷戰以來北約的最大變革 除了防堵俄羅斯 北約領袖也將討論如何應對大陸構成的國際威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28號結束的G7崩會上 七國領袖再次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並且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 岸田也表示大陸入侵 日本領海清新日趨嚴重 日本野政計畫將在陸二島日本海上 部署8架美軍MQ-9死神無人機 來偵查中俄在日本周圍 頻繁的軍艦繞行活動 另一方面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 拜登將在北約峰會和日韓兩國領袖 罕見舉行三方會談 將針對北韓核子計畫 以及與大陸的緊張關係進行討論 記者劉家宇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